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巨石强森主演的奇幻动作电影《丛林奇航》 传说在亚马逊和刘裕有一棵神树 神树上盛放着名叫月亮之类的花朵 只要有一个花朵,就可以治疗任何疾病 起死回生,打破任何诅咒 几个世纪以来,无数探险队深入丛林寻找 但都无功而返,或有去无回 而来自西班牙的阿基雷带领一支队伍进入密林 结果就被毒蛇猛兽杀死或染病而死 正当阿基雷和剩余几个人也要毙命时 他们被神树守护族人发现,救活了他们 而阿基雷向守护族酋长索要能找到神树的胜簇 也就是一枚箭头,但酋长拒绝了他 于是恩将仇报的阿基雷杀死了酋长 并将整个守护族都给杀死了 而酋长临死时发出诅咒 诅咒阿基雷等人,勇士不得离开河边 受丛林折磨 所以当阿基雷等人离开河边稍远时 就会被丛林藤蔓拽回河里去 400年后的1916年 在英国伦敦的一个探险协会里 一位年轻人正在说服台下的一群协会负责人 说只要赶往400年前 阿基雷等人消失的那片叫哭泣的水晶的地方 就能找到那棵神树 神树开的月亮之类花朵 能治疗一切疾病 能拯救无数人的生命 因那枚圣簇已经被探险协会的探险队寻获 所以他想借来一用 去哭泣的水晶找到神树和月亮之类 但探险协会的成员们齐声高喊没门 而年轻人的姐姐丽博士则悄悄来到了仓库 想偷走那枚圣簇 并最终找到了那个木箱子 他将木箱子撬开 就看到了一个盒子 而盒子里装的正是那枚古老圣簇 此时仓库负责人陪着一个小胖子赶来 原来小胖用许多的金条买下了那枚圣簇 他的目的当然也是去寻找月亮之类 结果他看到圣簇已经没了 然后他就看到了正在逃走的丽博士 于是一场围捕丽博士的大战一触即发 哪知丽博士身手相当矫健 功夫也挺高强的 将一众人等刷得团团转 最后他站在梯子上往前蹦的 结果小胖踢过来一个箱子 将梯子撞倒破窗而出 丽博士掉在了半空中 恰好此时丽博士的弟弟被赶了出来 弟弟忙拦住一辆双层巴士 丽博士才跳到巴士上扬长而去 而小胖气急败坏 他将里面的人都给杀了 原来他是德国国王的小王子 心狠手辣 在亚马逊河上有许多游船 壮汉弗兰克的游船最便宜 但船也最破 不过弗兰克很会涉及一些吓人的桥段 吓唬游客 让游客终身难忘 比如他安排了一群食人族朝游客吹飞针 吓得游客尖叫着趴在船上 游船回到围流港后 债主出现让他还钱 他没钱还 债主就把他借钱买的新引擎给吊出来 锁进了铁箱子里 而此时利博士和弟弟也来到了巴西围流港 他们提前联系好了那名债主的船 但当利博士去债主的办公室时 弗兰克正溜进债主房间寻找那把钥匙 弗兰克只得冒充债主本人 跟利博士讨价还价 说两万元可以带利博士去哭泣的水晶 但哪知真债主突然出现了 利博士才知道受了骗 但他刚要跟真债主走 突然一只豹子闯进来 就见弗兰克跟豹子一阵搏斗 最终将豹子给打不好了 利博士感觉弗兰克才是最佳人选 所以他选择了弗兰克 弗兰克将船的引擎重新放回船内 哪知那只豹子也在船舱里 原来那豹子是弗兰克养的宠物 但他们刚要走 利博士突然被一群人塞进笼子里带走了 原来他们是小胖王子派来的人 但利博士曾跟小偷学过开锁技巧 他打开了笼子的锁 当对方打开笼子时 他突然冲出去一阵拳打脚踢 并且在赶来的弗兰克的帮助下夺路而逃 最终他们跑到河边 弗兰克跳河游泳返回船上 但利博士不会游泳 他只好跑到运输货物用的塔台上 然后顺着绳子滑了下来 最终上了船 但小胖王子竟然把潜水艇开到了亚马逊河 浮出水面用重机枪一顿猛击 弗兰克忙跳上码头 将绳子拴在木桩上 让船180度大转弯 结果小胖王子发射鱼雷攻击 弗兰克家族玛丽朝着一座房子冲去 直接骑到了房子上面 而导弹从底下穿过去 炸毁了对面的房子 此时一根钢丝绳缠着了潜水艇的螺旋桨 潜水艇立刻朝着寨主冲了过去 压塌了寨主的码头 而利博士三人则兴高采烈拥抱庆祝 船朝着亚马逊深处一路驶去 一路上看到了许多漂亮的粉红色亚马逊河豚 而吃的竟然是弗兰克用老鼠维尤尔 从河里捞上来的食人鱼 那玩意儿虽然看着可怕 但经过烧烤后味道还真不错 而晚上当弟弟在做面部护理时 那只豹子冲了出来扑倒了弟弟 利博士才知道这豹子是弗兰克的宠物 弗兰克骗了他们 因为亚马逊河支流众多 小胖王子根本找不到弗兰克的船在哪里 所以他决定直接去找那个400年前 被封印在某处的阿基雷 他们来到传说中阿基雷被诅咒的地方 下到一个山洞里 就看到了被树枝藤蔓缠绕着的四个人 小胖王子在他们身上滴了些亚马逊河的河水 结果浑身爬满蛇的阿基雷就活了过来 小胖王子跟阿基雷做交易 让他帮忙去找月亮之类 说那样就可以解除诅咒了 他用雷管炸毁外面的一条大坝 水流进了洞穴 阿基雷和他几个手下就复活了 看来养怪物你得浇水 弟弟说他父母都去世了 而他本是家族的继承人 但因为他喜欢男人 所以家族的人要剥夺他的继承权 只有姐姐利博士站在他这一边 所以他就跟利博士走南闯北在所不惜 而此时利博士用开索技术 进入了弗兰克不让任何人进入的房间 发现了一罗文件 上面竟然有剑簇的图案 于是他质问弗兰克 弗兰克承认自己以前也在找月亮之类 但怎么找都找不到就放弃了 哪知他们突然受到毒箭攻击 三人都被野人的毒箭射中 并晕了过去 他们被押到一个修在巨树上的部落里 部落女酋长让利博士交出那个胜簇 哪知利博士宁死也不交 还割破绳子要跟对方拼命 对方质问弗兰克不就是演个戏吗 怎么还拼上命了 原来这也是弗兰克安排的 利博士很是气愤 他和弟弟每人给了弗兰克一拳头 而利博士就请求部落女酋长 破译胜簇上的符号文字 女酋长念着上面的文字 要找到月亮之类 必须让大树在月下哭泣 月亮将从西边落下 割过蛇的心脏 在毒蛇摇尾之处 而利博士观察地图 果然找到了毒蛇摇尾之处 原来月亮之类并非在哭泣的结晶之地 而是在毒蛇摇尾之地 弗兰克想跟利博士一起去找 但利博士拒绝了 说他不想跟骗子在一起 半夜时分 蛇人阿基雷和同伙赶到了 他们发起了攻击 顿时部落里乱成一团 利博士的胜促被阿基雷的同伙 疯人抢走 交给了阿基雷 弗兰克追上去跟阿基雷大战 阿基雷一箭刺入弗兰克心脏 而弗兰克挺身向前 伸手从毒蛇口中抢走了胜促 弗兰克将胜促扔给了利博士 而他自己则掉下去 摔进了河里 利博士果断斩断绳索 小船坠入河中 利博士等人上岸拼命逃跑 却被阿基雷的同伙数人铲住脚弯 但他们距离河岸太远了 丛林将他们给拽了回去 这怎么有点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感觉呢 蛇人阿基雷 蜂人树人和泥人不知该怎么办了 阿基雷说让小胖王子去追他们 于是蜂人释放了蜜蜂 去给小胖王子送信 小胖王子在潜水艇里看到了蜜蜂 他放蜜蜂进来 蜜蜂在地图上指明了利博士等人所在的地方 潜艇立刻前往追击 而利博士等人竟然发现了还活着的弗兰克 弗兰克心脏被刺穿竟然没死 弗兰克让利博士帮他把剑拔了出来 原来弗兰克是阿基雷的部下 两人亲如兄弟 但阿基雷的爱女得了不治之症 阿基雷就去寻找月亮之类 结果就如开头那样 整支军队都被丛林吞噬了 而阿基雷五人被神术守护族的人 用月亮之类给救了过来 原来月亮之类是真的存在的 但后来阿基雷跟酋长要胜醋 被酋长拒绝 他竟然杀死了酋长和整个族人 酋长让女儿带着胜醋逃走 阿基雷想杀了酋长女儿 却被弗兰克拦住 酋长女儿逃走了 而酋长降下诅咒 让他们勇士不能离开河边 勇士不得超生 之后阿基雷就追着弗兰克打 他杀了弗兰克无数次 但他们受了诅咒 根本死不了 我去这是诅咒吗 这简直就是福利啊 最后弗兰克将他们几个 引入那个山洞 丛林无法将他们拉入河中 他们就被困在这里石化了 经过好几百年 他们的身体被折磨的残破不全了 而弗兰克自己造了个小镇 还造了艘船 到处寻找月亮之类 但没有胜诉上的指示 根本找不到 而利博士让脚步受伤的弟弟 跟女酋长一起离开 他和弗兰克去寻找月亮之类 哪只小胖王子的潜艇 直接将他们的小船顶了上去 女酋长跳水逃走 而小胖王子让弟弟说出 利博士去了哪里 如果不说 他就一炮弹把女酋长的部落给轰飞 于是弟弟只好说出 利博士去了毒蛇摇尾之地 很快利博士和弗兰克 到达了毒蛇摇尾之地 弗兰克潜入水下 发现了古老机关 他让身材瘦小的利博士 钻进去搬动里面的杠杆 而他就一口口的 给利博士输送氧气 我去 你们这是寻宝来了呀 还是亲嘴来了呀 最终利博士搬动了杠杆 水位立刻下降 露出了一个石头城堡 那这两人正高兴呢 小胖王子的潜水艇露出水面 还有被捕的弟弟 利博士只好把圣簇交给小胖王子 然后弗兰克的船 就驶进了一个巨大的山洞 他们终于看到了 超级庞大的神术 只不过这神术是光秃秃的 他们得让这棵树开花 他们来到了球形神术控制台 小胖让弗兰克用圣簇打开神术 弗兰克把圣簇嵌入一个凹槽里 但根本没反应 于是利博士上前 按照圣簇上记载的故事研究 发现圣簇应该是一颗心才对 结果弗兰克轻轻一掰 就掰断了圣簇 里面是一颗红色的宝石心 利博士将那颗心嵌入其中 顿时就跟按了开机键一样 神术冒出粉色光芒 树枝上长出无数的花朵 那就是月亮之类 非常的壮观 小胖王子之前只答应给利博士和弗兰克一个花瓣 所以利博士突然拔下士兵的枪 朝着弗兰克开了两枪 弗兰克掉了下去 利博士说这个花瓣归我了 然后他们就往树叉上发射了绳索 利博士突然踹翻士兵 然后抓住绳子飞上了大树 而弗兰克自然没有死 这是他和利博士的计策 他来到船上将看守士兵打落水中 哪知此时随着顶部的月亮渐渐移走 神树上的花朵开始枯萎消失 利博士拼命朝花朵奔跑 眼看着就剩下一束花朵了 而利博士堪堪跑到跟前摘下了最后一个花朵 哪知树干突然断裂 利博士掉落下去 幸好他扒住了树枝 而小胖王子走过来跟他要花朵 他假装递过去花朵 却突然扔掉花朵 反手抓住了小胖的手 月亮之类飘飘而下 幸好弗兰克一把抓住 此时小胖被自己的绳索吊了起来 而阿基雷和同伙也赶到了 阿基雷让身上的蛇将小胖王子给咬死了 而弗兰克故意露出了月亮之类 然后将弟弟和豹子赶下船 并且加大马力开船 阿基雷四个追上船和弗兰克展开战斗 弗兰克一对四打得难舍难分 哪知小胖还没死 冲过来要杀了利博士和弟弟 再也不软弱的弟弟上去直接将小胖给打翻在地 被一块大石头砸成了肉酱 而那四个家伙控制住弗兰克后 打开他的红布包 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月亮之类 月亮之类实际上在弟弟身上 此时游船撞在石柱上发生爆炸 他们五个人都被藤曼抓住 固定在石壁上 然后石化了 利博士抚摸着弗兰克的石头帘很伤心 他掏出画瓣放在弗兰克嘴里 画瓣立刻化为灰烬 哪知他们刚要离开 弗兰克的诅咒被月亮之类解除了 他活了过来 利博士和弗兰克紧紧相拥 并且稳在了一起 弟弟见姐姐终于要嫁人了 高兴的跟他们拥抱在一起 哪知一抬头 突然发现神树上又长出了一朵月亮之类 之后他们返回了围流港 接着就返回了伦敦 弗兰克变成了普通人 经常开车带着利博士和豹子到处溜达 但是溜豹子你得拴绳啊 不拴绳溜豹子 你这违法了呀 全剧中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孤嘴白下次见 有猴 有猴